这种1000看不到 起握出来什么样都不知道 再给你加80了 880了 能处出掉了 反正没剩多少嘛 能出一条试一条 有个姐妹也给我留言好几天了 想要一条飘花手足 问她预算的就1000 本身这个预算真的是不想给她找 因为1000左右首先她飘花手足选择不多 那么即便是能找到情况下 她也是有温有力或者水头特别干 做出来之后呢也不会太好看 但是心里虽然不想找 还是架不住人家的天天脆 还要去市场试一下 看今天能够找到什么样的 球技题外话 这几天有好几个大哥都要找冰飘花 预算其实真不抵1万多 那为什么拖了好几天呢 今天跟大家解释一下 主要是自己的良心者观还没过数 其实在我们眼里什么叫做冰飘花 最起码是要达到冰种 比如像这一条 整个底子像冰块一样 花色飘得比较少 像达到这种品质的料子一般来说最起码是要上到6位数的 那1万多能找什么呢 正常来说找个糯冰 如果是找个小冰的话 其实就已经是算减到了 你看这一手也是飘花 这种飘花一般就是纤维素的 来看一下 整个底子它是一个落底 上面的种子还是比较细的 而且带的花色也是蓝花 现在这种做出来之后 带在手上它就比较显年轻 这手开多少一条 5千1条 5千1条的话也稍微超点咱们今天预算 一千的话今天在市场还是比较难找 基本上再普通的料子它也是要中千左右 今天只能说在外面这种档口找一下 因为外面的话相对来说租金会低一点 你看连个空桥都没有 料子也相对来说普通一点 走 那你看这一对就比较符合咱们预算了 这几条还是有带颜色的 相对来说水头比较短 底妆也会稍微粗一点 但是上面都有带点底色或者是带点小飘花什么的 这条就是白月光没有带什么飘花的 第二条是一个框板的轮胎条 看到没有 上面稍微有带点小绿花 但是中间这个位置它有一条大裂直接框穿过去 所以这条咱们先放一边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 看到没有 还是有好东西的上面这种蜡羊绿色 当然是一样这条上面有道理 而且整体这个条形太薄了 太薄的话做出来整体的一个比例感它就不会很协调 最后这条就稍微有好一点 上面还是有带着个绿花的 虽然局部这个花色会稍微深一点 但是最起码整条它完整度比较高 没有什么纹裂什么的 这条开什么价的 五百吗 五百肯定不行啊 五百差不多了嘛 你看这个水泡也短 肿也粗的 能粗粗掉嘛 你再接一点吧 这东西真的很难卖的这种 上面就带点花嘛 这种做出来很干的 加三百了 八百了 一千百一百 这种一千看不到 起货出来什么样都不知道 再给你加八十了 八百八了 能粗粗掉了 反正没准多少嘛 能粗一条是一条 好了 来 我找你了 找回去了啊 谢谢啊 八百半拿下的飘花手镯呢 已经加工出来了 咱们下一起来欣赏一下 实话实说啊 总质方面呢 跟咱们在毛胚状态下的一个判断是一样的 起货之后呢 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晶体颗粒感 但是在花色方面就有点超出预期了 起出来之后整个飘花的鲜艳度很高 花色呢 灵动飘逸 深浅不一 即使在自然刮下去看也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几百到小千左右的手镯呢 就是这样的 它一定是会带有一点点的小学线 那么相对这个价位来说 这点小学线还是需要咱们去多包容的 但是作为我们来说呢 如果是预算不高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去挑一些种子干净 底子细腻的 起出来呢 会更有那种珠光宝气的感觉 那么问题来了 这条八百半拿下的 你们觉得是起展来的计划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交流